秦朝这个听上去如雷坤耳的朝代 长了15年 却打散了今后2000年封建帝制的基础 这些事告诉我们 能说的一般都是精华 下面我们以秦始皇为线索 试一下大秦朝那些事 知道严正13岁当上国军 早就明白了赏乖 一些安逆的道理 临六国之前 先一口气除掉两个内环 吕不韦和浪海 这哥俩有同一个美丽的梦想 当老大 两个看上去很难搞的角色 结果被嬴政劣势小金 一炮两响双双击倒 那一年嬴政才22岁 春兵六国后 全中国叫他最厉害 东西啥好呢 那就跟他接 这时秦朝正式成立 39岁的嬴政成为皇帝 取自三皇五帝 本身白话文就是 我天下地 爱咱咱地 下面我们来看看 秦始皇主要干的些什么 一 确立三宫九卿 一千个皇冠元 很杂很乱 秦始皇决定采用三宫九卿制度 皇帝下面三个人 叫三宫这三宫下面呢 又有九个部门 不管是厄拉撒所有事 皇帝每天对这九个部门说 帮我去收个保护费 请帮我派平去教训那个谁 请于是叫三个酒精 二统一度量痕 文字会议等 以前东周列国 照顾一金 内会过八两 秦官写个合同 楚国人他不懂 秦始皇立即统一文字 尺度货币 从此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得到处向个高速 安宁和啥的 遭遭大陆不咸阳 三 南朝百院北伐匈奴 接上南边 当年的越国被楚国灭掉后 采用力量向南方四散开去 建立了许多小国家 秦始皇立咬牙 人家把那些地方全抢了过来 北方 这国时代时 中原的兄弟们打得头破血流 谁也没注意到北方出了个简陋的家伙 匈奴 这家伙一点一点的往来边蹭 居然一脸呼的蹭到了黄河核桃里南 对中原统一了 提示皇看 哎哟 同学军起也了 一声令下 大家蒙田 带着三十万小弟 把匈奴赶回了北方 四 分数开如 分数这事儿得怪李斯 登帝皇帝身边有两拨人 法家和儒家 秦始皇只喜欢法家的 有一次 秦始皇只喜欢法家的 秦始皇同学都皇帝说 人家把地都分给儿子啊 古人都这么干的呀 天使法家费的李斯一听 怒了 放肆 太没创新了 读书都傻了吧 随后建立秦始皇 把古书都傻了 这时候看着 我们是两个神困害的 秦始皇从梦都想尝试过了 宫里有了一群 自称有法术的人 假模假装的脸蛋 结果有两个人 变完身任务的逃了 哎哟哟哟 就说谎弟的坏话 结果被秦始皇亲戒 大怒 秦连出460人 五 生了个儿子 叫杨胡亥 就这么一件事 秦门干的 全打水招 千古一第一 公乡长命百岁 结果五十岁时 刺在了河北 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讲的 大秦朝 那些事 青少演诵般的福晶禅 在全球朗宫大赛和全美故事大王赛中多次获奖 请听她给我们讲故事 小蝌蝌找妈妈 暖和的春天来了 池塘里的冰融化了 青少妈妈睡了一个冬天也醒来了 她从一栋里慢慢地爬出来 扑通一声 跳进了池塘里 在碧玉的水槽上 剩下许多黑黑的 圆圆的碗 春风吹着 阳光照着 青少妈妈 身下的碗慢慢地活动起来 变成了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 她们在水里游来游去 非常快乐 有一天 她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 来去旁边流水 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小蝌蚪 你问我 我问你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可是谁也不知道 她们一起游在鸭妈妈身边问 鸭妈妈 请你告诉我 你们见过我们的妈妈吗 鸭妈妈轻热地回来说 看见过 你们的妈妈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 嘴巴又阔又大 好孩子 你们赶快去找吧 谢谢您 鸭妈妈 一条大鲸鱼游了过来 巧蝌蚪 看见大鲸鱼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 嘴巴又阔又大 我就想 一定是妈妈了 就追上去喊 妈妈 妈妈 大鲸鱼笑着说 哈哈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和孩子 你们赶快去找吧 一只大乌龟 在水里慢慢的游着 后面跟着一只小乌龟 小蝌蚪游到大乌龟的面前 刺激出了大乌龟的腿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啊 这只可笑的妈妈 小狗一惊,急忙趴在大乌龟的背上昂着头说 哼,你们认错了,她是我的妈妈 大乌龟笑着说 你们的妈妈穿着好看的绿衣裳,唱起歌来呱呱呱 你们啊,赶快去找吧 小狗都游啊游,游到池塘边 这时,一只大青蛙乘坐在一个圆圆的荷叶上 对着小狗的门大声嗨 孩子们啊,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我已经找了你们好久了,你们去哪儿了 小狗都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嗯,奇怪,为什么我们跟你长得不一样呢 青蛙妈妈笑着说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就会长出四条腿 脱的尾巴,换上绿衣裳,就跟妈妈一样了 小狗都听了,高兴的在水里帮我们跟头 哦,我们小的妈妈了,我们小的妈妈了 大油都有很烦处 ensці pieces 我们可以аемaves 像 Electro